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没有尽头 人这辈子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及时发现 和克服自身的弱点 总是太过自以为是 狂妄自大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去做这件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一位登山运动员 有幸被选中 参加了攀登珠峰的活动 原本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 以为他一定可以登顶 但他在海拔 6400米的高度 却因为体力不支 选择了放弃 后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时 大家都在替他惋惜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 他完全可以再坚持一下 再多攀登一点高度 但他却非常淡然地说 不 我最清楚 6400米的海拔 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 我一点也没有遗憾 这个故事特别打动我的地方 在于这位登山运动员 有一颗平常心 他不把实现别人对他的期待 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 而是清楚地知道 超越自己的极限 就是最大的成功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迷失 有时你会发现 你可能忙碌了大半辈子 但到了最后 却忘了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许多时刻 我们常常会被他人的言论 和评价所捆绑 在不断地比较和追逐中 而忘了自己出发时的目的 和方向 我们要明白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一步一步地去奋斗 这样才不枉费我们的一生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 动物只要吃得饱 不生病 便会觉得快乐 我想人也是这样吧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 很多人忙碌于自己的事业 想让自己的事业成功 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活 以至于永不停息的奔忙中 忘记了生活的真正目的 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人只有时刻 紧急自己要什么 要做什么 以及要完成什么 他才不至于 偏离预设的人生轨迹 在电影《爱丽丝漫游奇经记》中 有一段经典对话 请你告诉我 我该走哪条路 爱丽丝说 那要看你想去哪里 猫说 去哪儿无所谓 爱丽丝说 那么走哪条路也就无所谓了 猫说 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人都没有真正明确的人生目标 他们的迷茫 并不是不知道该如何取舍和抉择 而是当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时 再多的选项都成了多余的迷惑 对于一个不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的人来说 即便给到他整片天空 他也无法真正飞到想去的地方 对于一个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的人 即便给他千万条可供选择的路 他也无法抵达最终的罗马 对于一个不知道这辈子应该怎么过的人 即便你给他规划好所有的前程和未来 他也无法真正过好这一生 小瑞毕业一年多 大学学的是营销专业 毕业后他来到了医药公司做销售 但是一年多下来 小瑞却很不喜欢自己的市场工作 反倒挺羡慕搞研发的同学 他很羡慕有些人 好像天生就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自己和很多人跟自己一样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只是在盲目地谋生 许多时刻困扰我们的 不是前路迷茫 而是你连前路在哪里都不知道 许多时刻阻碍我们的 也不是走投无路 而是你根本找不到所谓路的方向 也许有人会问 如何才可以找到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有些人很幸运的是 他们很早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也一直坚守在那条路上 心无旁骛地往前走 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我们可能要花一生的时间 去寻找 甚至有的人要到了七八十岁 才找得到 我们不能有懒惰心理 企图靠别人给你引路 就可以万无一失地 选择最对的那条路 也不能有侥幸心理 以为四处碰碰运气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迎来柳安花明的那时刻 有时候你非要自己尝试 去体验 去经历 才可能拨开云雾 见青天 有时你非要自己去吃点苦和亏 受点累和醉 才可能手得云开 见月明 当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也不知道从何入手时 此时你缺乏的不是方法 也不是经验 而是踏踏实实地去践行 在生活中 很多人常以 把握所有机会为借口 拒绝轻易做出选择 我们以为 让选择保持开放性 就能拥有最多的选择权 但在实际上 维护所有的选择 会花光我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到头来 所有的事情都没做好 我们应该明白 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只要努力 就什么都能获得 你光努力了 而没有效率 最后只会感动自己 让别人笑话 少则明 多则祸 过好生活 真的很简单 发现那些 值得长期去做的事情 然后用正确的方法 坚持去做 你的生活 一定会越来越好 你不必怕犯错 也不必怕走弯路 当你不想着 去走所谓的捷径时 反而真正走了 最大的捷径 不知你是否发现 也许有些人 一开始坚定地 走自己的路 但当他们 面对周遭的诱惑时 就很可能迷失自己 也许有些人 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 但在一片质疑 和否定声中 迫于巨大的压力 放弃去做自己 每当这个时刻 你都要记得 反复去拷问自己 在抛开一切 世俗的功利取舍外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有时一个人 想要的东西 也许跟大众 希望你拥有的东西 有所冲突 甚至背道而驰 但此时 你就需要自己去掂量 究竟哪一个 对你来说最重要 无论你最终选择什么 总之 一个人活着 要有以一贯制的人生价值观 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 还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你要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世界上最傻逼的事情 就是在别人的评价中 规划自己的人生 每一个励志故事的背后 有无数个指点 都是把无数个心酸和屈辱掐掉 把光鲜的一面 无限放大 别听那些成功人士的瞎咧咧 谁的人生都不能拷贝复制 在别人的世界里 你去抢作 小心挤得你连战票都没有 日本作家 松仆弥太郎 曾说过一句话 所谓人生困境 不过是你胡思乱想 自我设置的枷锁 不知你是否发现 大多数人之所以活得累 并非因为 他们遇到了多大的坎和难 恰恰是 他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 想得太多 人最怕的不是能力不足 而是思想包袱太重 不敢行动 最怕的也不是日子太苦 而是精神压力过大 心理难受 有时我们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 恰恰在于 你在两头之间摇摆不定 就会有纠结和犹豫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